各位朋友好 今年真是一個不頻繁的年份 過去幾年一遇、十年一遇、甚至幾十年一遇的大事 都集中在今年爆發了 比如拿台灣來說 過去台灣領導人如果是要出訪一個西方國家 那簡直是比登天還難 即使是過境美國或者歐洲都一定會遭到中共的強烈的抗議 而西方過去那些奉行政治正確的左派政客 對中共長期的執行綏靖主義政策 甚至是到了濡言悲息的這種程度 今年這種情況就徹底改觀了 前一段時間川普就宣布 美國和台灣的領導人可以互訪 也就是說蔡英文和可以訪問美國 川普也可以訪問台灣了 這是多大的事情 過去中共一定會跳起來 而現在鴉雀無聲 因為它面臨的壓力更大 前幾天 美國參議院以大筆數的投票通過了 2018年美國國防撥款的法案 在這個法案當中敦促美國軍隊要參與台灣的軍事演習 也就是說美國想用這個國家實力來保證台灣的安全 向台灣人民保證中共武力犯台的話 美國的軍事力量一定站在他們一邊 一定參與保衛台灣 這是多大的一件事情 中共也沒有太吭聲 為什麼呢 因為還有更多的壓力 他們根本承受不過來 他們根本喘不過氣來 貿易戰現在是讓他們面臨著滅頂之災 剛開始的時候川普宣布對500億中國出口到美國商品 徵收25%的高額關稅 中共表示了強烈的抗議 現在川普對2000億的中國商品要徵收10%的關稅 而且進一步的威脅說 如果中共這邊要採取相應的對等的貿易戰的措施的話 那麼川普會對中國4000億美元的商品徵收關稅 也就是說中美貿易可以停止了 美國不需要同中共做生意 它就可以生存 而中共它的經濟的三分之一 國民總產值的三分之一 是來自於對外貿易 而美國是中共最大的一個貿易夥伴 中共過去長期幾十年以來 都是靠著這個貿易順差 來積累它的外匯儲備 而現在美國人決定停止這種愚蠢的做法 停止讓中共一方面在國內掠奪中國的勞動力 和掠奪中國的自然資源 一方面到國外去傾銷廉價產品 傾佔國外的市場的這種做法 這種做法對中國人民沒有好處 對美國人民也沒有好處 唯一得到好處的就是中共的權貴統治集團 那麼這樣的一個措施 就讓中共陷入了一個經濟上的困境 而沒有這種經濟上的支持 它這個龐大的專制體系 是根本沒有辦法維持的 那現在不僅僅是美國如此 西方國家如此 很多第三世界的國家也跟進了 比如說馬來西亞今年政壇風雲變色 過去親中的政府倒台了 而上來一個是極度反共的馬哈蒂爾 那一上台一時就停止了 習近平在一帶一路兩個重要的項目 就是吉隆坡到新加坡的和高速鐵路 和馬來西亞東海岸的這個高速鐵路的這個建設 這兩個建設是過去這個習近平所推動的 這個一帶一路的兩個龍頭的這個項目 現在被停止了 也就是說這個一帶一路現在已經被斬首了 這個一帶一路現在根本沒有辦法推進下去 不僅是馬來西亞 美國的四仇 越南現在已經跟美國恢復了邦交關係 甚至是美國的航空母艦都已經在越南停泊 進行了正式友好的訪問 美國和越南現在已經成了軍事上的盟友 那美國和緬甸也已經恢復了邦交關係 過去的這個對中共圍堵的這個島鏈 現在已經完全恢復了 台灣現在已經成了一艘不成的航空母艦 中共的這個軍事武力再也不敢對台灣進行威脅了 這最後會形成一個什麼樣的效果呢 就是在中共它在經濟上徹底的崩潰 沒有辦法維持一個龐大的專制體系 對人民進行鎮壓 中共的軍事實力又遭到了全面的圍堵 它沒有辦法通過對外擴張 對外侵略 對外挑釁 來轉移國內的矛盾 現在中共被美國和被所有的 這個美國的盟國被逼在它自己的腦窩裡面 它要自己爛掉 這要自己垮掉 這就是現在中共所面臨的一個危局 中共篡政69年以來從來沒有遇到過這麼大的危機 甚至是中共過去一向視為看門狗的這個朝鮮 這一次都被美國往他的脖子上這個拴了一條鏈子 川普直接到新加坡跟金正恩會面 他為什麼呢 就是要告訴金正恩 這一次你必須得聽話 必須得服從 否則的話 美國的三艘航空母艦戰鬥群 就在你的家門口 隨時都能對你進行斬首行動 隨時都能讓金家三代王朝徹底的覆滅 所以金正恩即使是受到中國再大的壓力 受到中國再多的這個縮使 他這一次也不敢胡來 中國失去了這一條看門狗 對美國的對西方國家的所有的這個外交底牌 現在已經全部都用完了 所以現在滿朝文武 現在都是無計可施 只能坐等滅亡 這所謂時來天地皆同利 現在結束中共專制的這樣的一個天時 就真正的已經到了 那面對這樣一種局面 中國老百姓是什麼樣的態度呢 大家可以到美國駐中國大使館的 這個微博賬號上面去訪問一下 那是非常有意思的 其他的微博 中共可以隨意的關閉 但是美國駐中國大使館的這個微博 他們關不了 很多老百姓呢 到那裡去表達他們的心聲 那當川普宣布啊 對中國出口到美國兩千億美元增加關稅的時候 那中國老百姓的反應是什麼呢 我來告訴大家 百分之九十的是贊成 是熱烈的支持 還有百分之十的是反對 為什麼反對呢 他們認為這個措施太不夠力了 要增加到四千億美金 要增加到四萬億美金 那才好呢 而且呢 不僅如此 他們還說 中共貪官污吏 在美國隱藏的那些財產和二奶要把他們公布出來 這才是對中共最大的打擊 這說明一個什麼問題呢 這說明中共的這個暴政 過去69年的暴政 已經讓中國老百姓徹底的絕望了 對他們徹底的絕望了 他們已經是 已經到了什麼樣的程度呢 已經願意與中共同歸於盡的這種地步 過去我們在歷史書上面學過 下朝的時候有一個暴君叫做夏傑 那老百姓就有一句話 十日和商 欲餘如虐亡 那你什麼時候就去死掉吧 我願意跟你同歸於盡 現在的老百姓對習近平 對中共的這個態度 就是和當年的下朝的老百姓 對夏傑的態度一樣 這是一種典型的王朝末期的民眾的心態 中國老百姓願意承受這個貿易戰 給他們帶來的痛苦 給他們帶來的生計的困頓 他們都知道長痛不如短痛 他們知道所有的這些痛苦的根源 在於中共和這個中共專制政治體制 結束了這個中共的統治 可能會有短期的震盪和痛苦 但是從長遠來講 對我們的子孫後代都是有意的 所以他們戰場 他們支持 他們還想推動美國做更多 當然了 我在這裡想跟大家說一點點意見 現在要求美國公佈中國貪官在美國的資產 這個還不是時候 這為什麼呢 你不能把一個龐大的擁有核武器的這樣一個政權 你把他逼到絕境 狗急了還會跳牆 如果是掌握他的這麼一個小辮子 讓他不能夠蹦談起來 那是最好的 所以現在川普政權對中共的所有的政策 都執行的恰到好處 只要中共的他們所有的官員 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財產還沒有被沒收 這樣就給他們一條後路 就是說你們如果是在人民起來反抗的時候 不採取強行的武力進行鎮壓的話 那麼你們是有後路的 我們是可以保證你們的人生和財產的安全的 這樣子對中國的民主轉型是非常有利的 對中國減少轉型期的震盪是非常有利的 但是我也要提醒大家 這個轉型的震盪是一定免不了的 我希望大家現在要及時的採取措施 減少這種震盪給大家帶來的痛苦 人民幣匯率崩潰這是肯定的 通貨膨脹這是肯定的 物價飛漲這是肯定的 其他的奢侈品的飛漲那都不要緊 但是最基本的食品供應和醫藥供應 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準備 所以我們前一段時間 都鼓勵大家都要存一些糧食 存一些藥品 還有更積極的做法 大家都來齊心合力推動社會的重建 社會重建是一個什麼概念呢 並不是說這個高樓大廈最後都垮了 不是的 不是這種物資的建設 物資的建設我們中國人夠勤勞 我們中國人過去幾十年做的已經夠了 只不過是物資都被貪官污吏所掌握 我們需要重建的是這個社會的結構 是社會的組織 所謂的變革所謂的革命 就是讓一個舊的這個政治社會體系 組織體系讓它崩潰掉 而要建立一個全新的政治社會的組織體系 所以組織化是社會重建的最關鍵的因素 那麼我們現在不能夠在中共的高壓制下 不能夠建立形成大規模的組織 但是我們可以形成小規模的組織 我們可以從我們的街坊鄰居開始 建立我們自己的互助組織 有政治理念的朋友 可以把那些和你們有相同理念的同道朋友 要結合起來 以社交圈的形式形成自己的小團隊 那麼這些小團隊小組織 一到了中共這個秩序崩潰的時候 就會起到大作用 就有機會迅速的擴張 就有機會能夠參與這個社會的重建 在經濟方面大家也要有所準備 比如說面臨著人民幣 一定會變成廢紙的這樣一種前景 那麼大家現在要趕緊把人民幣換成外幣 換成黃金白銀或者是其他的硬通貨 減少大家的損失 不能被中共洗劫一空 不能夠為中共陪葬 今年三月初的時候 一批國內的同道和有識之士 要求我們在海外建立全民共振的平台 他們發起了全民共振的這個運動 很多人認為這個時機還沒有到 我相信現在大家的這個觀點都已經改變了 僅僅是改變觀點還不足夠 我希望所有的同道都一起來參與 我們不僅僅是需要八十八個發起人 我們需要八百八十個發起人 我們需要八千八百個發起人 越多越好 我們希望在國內每一個省 每一個地區 每一個縣 甚至每一個鄉 我們都要有我們全民共振的發起人 有這麼多的發起人大家一起來 這才叫全民共振 這才能夠迅速的終結中共的這個專制 這才能夠迅速的建立起民主憲政 所以說呢我希望大家行動起來 從現在開始從我開始怎麼樣做呢 最簡單最有效的一個方法 就是把身邊的所有的願意抗爭的 有抗爭意願有行動能力的人 把他們聯繫起來最後形成團隊 當總動員的時機到的時候 就迅速的對本地區的民眾進行動員 每一個你在一個鄉 你就能動員一個鄉的民眾 你在一個縣 就要能動員一個縣的民眾上街 當大家一起上街的時候 這個暴政就垮掉了 那我也希望體制內的朋友 體制內的有識之士 體制內的實務者 現在也要採取行動了 怎麼樣採取行動呢 那很簡單 中共過去幾十年建立了一個龐大的維穩機構 對每一個抗爭者進行監控 你們手上掌握了巨大的信息 而這個信息呢 是對我們動員全民上街 全民共振是非常非常關鍵的 比如說你們現在有的 全國各地的這個群體事件的組織者參與者 他們的這個聯絡方式 他們的信息 我希望你們呢 通過這個安全的渠道 轉交給你們當地的那些抗爭者 要讓他們呢 把你們過去維穩的這個力氣要變成一個 激迫維穩體制的 動員全社會的這樣的一個力氣 如果你們做到了這一點 你們就立了大功 你們就為未來的民主中國 立了一個大功 你們過去所做的一切的壞事 都因為這一件功勞 而會被人民原諒 現在是你們將功贖罪的最好的時機 當然還有其他很多的方法 可以讓你們站到人民的一邊 現在呀 是你們行動的時候了 現在整個的世界都在反對中共 現在大多數的中國人都在反對中共 現在是結束中共的最佳的時機 就在今年讓我們一起來結束這個暴政 謝謝大家 再見